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起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的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就是我们的前前前首相Mate 他向国盟承诺 他做了这个国盟四周的顾问过后呢 他将会呢 应用他的人脉 然后呢 去全世界的外国那边呢 招外资进来这个 国盟四周投资 他要发展这个国盟四周 OK 好 所以我今天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呢 我第一个感想就是 你知道吗 Mate呢 他在马来西亚执政这么多年了 其实呢 整个世界啦 你叫了出名字的国家 其实全部都被他得罪完了 还真的是被他得罪完了 然后呢 即使呢是他 在上一次西蒙执政的时候 他做那22个月的首相 他也得罪了两个主要的国家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印度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So Mate其实 他在位期间 他最厉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得罪其他国家 So 现在呢 Mate呢 他言之糟糟的说呢 他要应用他的人脉 去 帮这个国盟四周 找外资 就是找外国的投资者 进来投资 这国盟四周 我是蛮好奇啦 他所谓的人脉 可以去到哪里 那些 全部被他得罪过的国家 会不会啊 把他们的投资者 送来这里啊 我真的是很好奇啦 OK So 讲到这里了 其实呢 我可以结论说一句啦 这个 Mate还可以活多少年 我还真的是不清楚啦 能不能活到下一届大选 我也不知道啦 但是只能说呢 Mate在有生之年 我很相信他是做不到他讲的这一点 就是呢 成功的招到外资 进来投资这个国盟四周 我相信呢 在接下来这四年 你都完全看不到 银子的那种啦 OK 然后呢 我甚至可以 一言一句啦 到时候 过了一个三四年这样 你看到了 Mate那边没有招来 一分钱外资 进来这个 国盟四周 我预言的就是呢 到时候呢 这个Mate也好 国盟也好 他们那时候 一定会把这笔账呢 赖在 这个安华政权的头上 他们会赖什么 他们会说 不是Mate 招不到外资 纯粹是你安华中央政府下面 嘎嘎嚼嚼 外资呢 很想进来我国盟四周 但是呢 被你们安华政权block住了 外资进不来 要不是你的人从中作梗的话 我们国盟四周啊 经济超越新加坡 OK 你们看出来 现在是2023年 我先做这个议员 三四年后呢 你会看到了 这国盟四周呢 是原地踏步啊 经济一点都没有进展了 那时候呢 你问他 Mate遭到外资了吗 他那时候呢 就会回答你这句 就是因为 安华政权 匆匆做梗 害他们遭不到外资 你们听着来 到时候他们一定 讲这句了 所以呢 我是希望呢 这个安华呢 他应该呢 要出来打一下 预方针一下 怎样 出来打一个预方针呢 就是呢 我如果是安华的话 针对这个 Mate说他要 招外资进来 这个国盟四周 这件事情 我会出来讲一下 又或者是 我不需要 自己出面 我叫我办公室的人 出来讲一下 也可以 就说 Mate要招外资进来 国盟四周啊 我们中央政府 是非常欢迎的 如果你做得到的话 但是我们丑话说牵头啊 就是呢 如果 到时候啊 你们招不到 外资进来的话 你们一定 把这笔账 赖在我们中央政府 头上的 你一定赖 讲是我们 从中作梗 不让你们 把外资带进来 Sorry 我这里先打 一方针 我这里是打开大门 让你的外资 进来的 到时候 千万不要讲我从中作梗 我现在跟你丑话说前头先 OK 所以我觉得 安华其实是有必要 打这个一方针 不然呢 几年后呢 就准备要吃死矛了 OK 好 说呢 言归正传 其实呢 商人呢 都是主力的 即使是外国的投资商呢 他们也是主力的 其实 你不要看政治因素 还是什么因素都好了 只要了一个地方 是可以发展 可以赚钱的 外资一定来的 煞头生意 有人做 配钱 也没人做 所以 其实这个国盟四周 它能不能吸引到外资 最主要的因素呢 是 它能不能发展起来 它有没有发展的潜质 这个才是那些外资 最关心的 关键 即便 这个国盟四周 跟这个中央政府 是不咬学的 但是呢 这国盟四周呢 如果啦 他们真的是 可以治理到好好的 然后呢 非常的清伤 然后呢 可以向这些外资呢 证明了 这国盟四周是很有潜力 可以发展起来的 就算 他跟这个中央政府 是打11个的 外资也会敢敢来的 我告诉你 不是没有发生过的 你要想一下 槟城跟雪兰呢 他们2008年开始 就是 反对党执政 然后 执政了15年了 然后才变天 然后呢 这个雪兰儿跟槟城 这15年来反对党执政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他们的发展还是排在全国第1第2 外资来投资 还是排在第1第2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吗 所以我都说了 如果你国盟四周呢 你可以治理到好像 槟城跟雪兰儿这样的话 外资也是敢敢来的 老实讲 不要跟我 在那边靠北靠部 说中央政府 我block住你 但是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 国盟的四周呢 是不可能发展的 为什么 首先呢 那边呢 很明显的是 神权主义嘛 OK 神权主义啊 是完全跟世俗主义对着干的嘛 你如果是外资的话呢 你会进来吗 这个地方 什么东西都讲 种族宗教 种族宗教 你是外资 你要进来吗 你完全看不到任何发展的潜力 所以呢 外资是不会来的 OK 所以 anyway 我最后 我还是结论一句了 就是了 我觉得安华呢 还是 有必要的 要打这个预方针 你先讲 你非常欢迎 这马蝶把外资引进来国盟四周 但是 我也看似你是引不进了 到时候你引不进的话呢 你不好靠北靠部讲 是我们中央政府 从中做个block住你们的外资 不让这个外资进来 你国盟四周 没有这回事 想当年 这个 反对党执政这个 槟城跟薛兰河 这两周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 所以不要找接口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